桃园湖姓男子两年多前和二名亲友 报名参加帛琉五日自由行套装行程 缴了一万五千元定金后 在出发日前八天突取消行程 雄师除没收定金后 还向他求成义支付的待定饭店等费用四万余元 法院审理时 湖南声称是因儿子突然生病才领取消行程 但已在出发前八天通知旅行社 应该无害旅行社权益 他已经常出国旅游 有些在三天前取消军部需计付费用 且定金被没收已足够弥补旅行社损失 主张不必再赔 法官查出旅行社确实向国外预定三人旅游时住所的饭店和餐饮 支出五万余元 以湖南的旅游行程为国外海岛旅游 旅行社必须预定四晚住宿饭店 餐食和各种细水行程 所需成本不会因取消而完全减免 借距旅游行程开始的时间越近 越南临时寻觅客人 旅行社求偿代办费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法官以五万余元代办费用占旅游总费用26% 与交通部观光局公布的旅游活动开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内取消 应赔偿旅游费用30%相当 扣除定金后 盼湖应赔偿四万余元 桃园市湖姓男子在游游前八天取消行程 结果定金被没收 还要赔四万余元代办费 是意图Incimage分享